好的 大家好 我是NYE 本期要給大家帶來的是 S6賽季 暗夜獵人犯的教學 這期是一年的特別回饋解說篇 去年這時候也是做了第一期 S5賽季 暗夜獵人犯的新手教學 那這期給大家帶來第二部的犯教學 這期教學剛好也因應了6.17版本犯的BUFF 犯雖然不像在S5的時候這麼好用 但是適當的拿出來還是相當可以的 特別是在碰到對方犬的1則維爾或者是7位的時候 粗飯的話會非常的好用 那這些詳細的我們待會再說 我們先進入符文天賦的部分 符文的部分我還是用我的老符文 就是攻速符文的部分 那我個人不習慣帶其他的符文 天賦的話標準的1812戰鬥狂熱 如果覺得會被線上打得很慘的話 可以考慮一點拘法解釋 那我們一邊進入實戰片段 一邊講解一下這版飯的出裝 這版飯的出裝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所謂的電刀無盡流的打法 那電刀無盡流的打法可以讓你在前期推現比較快 然後無盡出來以後 讓你的傷害整個來到最大化的時間點 那第二套就是傳統的羽絡流的打法 傳統的羽絡流我想就不必多講了 羽絡接換引之五讓你在切塔還有單挑能力上 也是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然後還有是第三套 羽絡三項鬼鎖流 那這套是走一個完全靠普攻流的特效來去打傷害的 那主要是一套平凡的觸發W 三種的打法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去做選擇了 然後不同的打法有各自不同的效果 那我們這個進到裝備講解的部分再來做解說 那這裡段是要給大家展示的就是大招隱身的這個運用效果 因為很多人不會運用大招隱身 那一個放完好不好就是很取決於這個隱身的大招的使用 像這邊這一波我這裡是殘血的極限的在做拉打吸血 那這裡可以看到我先蹲進了這個草叢裡面 伊拉斯是過來了 我得用Q先滾出來 那把他推到牆上 把伊拉斯收了以後繼續打這邊安妮 順利的完成一波反殺 這個大招隱身可以用來joke對手 或者是讓對方沒辦法對你施放技能 那犯最強的時間點就是在隱身出來的那個瞬間 因為那個瞬間可以讓他提前的先手做一下普攻 然後繼續做輸出拉打 因此想玩好範的話 必須要有效的利用這種大招隱身的特性 那因為這特性去做一些反殺或者是joke對方的動作 那這些是一路走來範的一些急警片段 這裡我就不做過多的講解 過回再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版本最流行的電刀無盡流 是為什麼改成這樣的出法 我們來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出裝的面板部分 大致就是主流的分成兩走向 第一套就是我講的 電刀無盡流的打法 這套打法在於說 他前期的清線能力會相對的快 那在無盡之刃出來以後 范的傷害會來到一個非常誇張的地步 因為這版本的Q是會和普攻一起暴擊的 以前范的普攻和Q的暴擊是分開來算的 那這版本已經把修正程式一起計算的了 那好像這個是前兩個版本改的 那這版本的話是加強了Q的能力 而且電刀的傷害也可以跟著暴擊一起去做計算 因此有可能會出現像前面的鏡頭一樣 一鍵直接把AD射掉半條血的這種情形 那在電刀無盡出完以後 接下來可以選擇出手套或者幻影之物 如果你點的是軍閥血式的話 我會比較優先推幻影之物 但我個人習慣帶戰鬥狂熱 所以就比較會偏向於 嗜血者跟手套的裝備去做選用 那這個還是比較看個人的 戰鬥狂熱跟軍閥血式這個天賦 也可以依照個人的習慣去做選擇 我個人本身就是很不喜歡帶軍閥的那種玩家 不過基本上的話 高分段還是比較推薦用軍閥血式的 那低分段用戰鬥狂熱會比較適合的一些 再來第二套就是舊版的雲落流的打法 由於這版本S6太季陰落王者並不是以前這麼強 那陰落流的打法已經沒有相對以前來講這麼的給力了 因此不少人的主流會開始去向於第一套的打法 那當然陰落的搭配也可以有非常多的選擇 像是底下的三項之力鬼刀 這些種種裝備都是可以去做搭配的使用的 那還有一套打法是我之前看到有人這樣子玩 他是出了陰落三項然後鬼鎖的一個出法 那這套打法主要是用來打一個攻擊特效流 用來去切對方的存坦克的 每個打法各有不同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去自己的需要 還有戰局而定去做選裝的變換 一樣會給大家帶來兩場的素材 兩場的素材是比較舊版本的6.16版本的素材 所以大家在實際玩的時候 飯只會比我素材中的11情況再來更痛一點 那現在放的片段並不是素材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推牆的技能運用 然後會給大家講一個小細節 像這邊這場我這場是韓服鑽石的分段 然後這場我的輔助他居然是忘了買裝備 所以這邊我打算把這個線推 可以趕快做回復的動作 因為這樣只可以讓自己的輔助回家買裝 而且也可以說把兵線推進去 對方是牛頭配一折 那牛頭配一折這個組合並不會推薦的特別快 那我趕快把線推完然後做回復的動作 這樣的做法會比較的穩妥一些 今天一樣會給大家放兩期的素材 不過一期的話只有半場的片段 那期的話可能有不少人看過了 因為那期就是在直播中打出來的片段 然後第二場的話 雲落幻影流 那還給大家看一下雲落幻影流的效果 雖然沒有電到無盡流來的強 但還是做一下 畢竟雲落幻影流也走過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這邊順利回復以後回來繼續做補兵的動作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剛剛兵線他們推送的不特別快的原因 所以我們並沒有掉多少經驗值 那這樣子也彌補了前期輔助沒有買裝備的一個失誤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一折這波回復會是補一個水滴的 那我們接著看下去 這裡對方回到了線上來 那這裡雷歐娜是一個一技能起手 盯到這邊的牛 牛直接把他頂起 那沒辦法做後續的輸出 這裡先稍微迂回一下 那這邊一折走位失誤 過來想要補刀被雷歐直接運到 我們這裡繼續接著平砍 那這邊先稍微等一下 不要太急的直接貼上去 我不想被牛AA太慘 這裡看一折被暈住為一個閃現QAE的連技 直接把一折射在牆上 那秒掉來這一折瑞爾 沒掉了一折以後再慢慢推用這個兵線 那這樣子這波打下來就相當的賺 因為一折瑞爾回家剛補出一個水滴 那一大波的線一直都沒吃到就直接死回城了 那這裡雷歐娜被牛的QAE頂了回去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拉一下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那這波由於我們是本來要回城 卻沒有回城被對方硬流下來 這波的話就是要跟打野來做溝通 看打野會不會下來幫我們做GANK 他如果來幫我們做GANK的話我們會比較好過 那不來的話也只能就任命 那這一關打野是聽到我們的呼喚 準備要靠下來幫我們做GANK了 我們這邊稍微等他一會 這裡雷歐娜戳是戳點Y 不過沒關係問題不大 這裡這波算是把對方逼退而已 沒有辦法實際GANK成功 那這裡打野來了第二波 這邊我們要殺這邊一折 可是牛直接抵這邊的葛雷夫沒關係 問題不大 我們一個推把這個牛設在牆上 那牛被葛雷夫泡給大野 這場一來我們下路前期的優勢就非常巨大了 特別是範打EZ 基本上不會出什麼披露的 就給大家直接進入實戰素材的片段吧 這盤略過對線的部分不是我不減 而是因為那時候金華路是沒有把它錄下來 這裡先看一下這波 我是推想把這個路先設在牆上 然後用隱形的換位扭過了布朗姆的盾 然後回頭再繼續打邊的布朗姆 那這布朗姆應該也是得死的 這盤算是一個相當逆風的場 那到底會有多麼逆風 大家一回合就可以看到了 先詳細寫一下這盤的雙方陣容 下路是範配珍娜 打對方路先配布朗姆 那我方的打野是九頭 對方的打野是奈德利 我們這邊的中路是海盜 對方中路是飛絲 上路是死哥打對方的克雷德 這是一個白金一的分段 可以看到這邊我們這波下路的碰撞是又碰輸了 本來開場我們是碰已經對方個下路了 不過對面的隊友後續感到 那把我們給收割掉了 這裡看戰機版目前可以看到 此時的中路是一個813的戰機 上路也是一個412 除了下路還算可以接受以外 其他路已經全線崩盤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電刀無盡流的打法 就要怎麼贏了這場比賽 犯這個角色為什麼在 現在的版本之中 勝率還是屬於偏低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版本 AD大多很難carry一場遊戲 所以上個版本之中 AD選擇會優先選擇 希薇爾 艾希 敬 這類型的功能型AD角色 因為他們即便裝備 不是這麼的好 也能夠做出一定的事情來 那這也是為什麼 範比較不熱門的原因 其次 範這個角色 他不論是順風的情況 還是逆風的情況下 如果對方的團戰非常的強 範也很難發揮 那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的隊友好像又被抓了 這裡九龍往生 然後對方進了這個野區 這裡我看一下 對面好像想過來拿這個籃 我想要先把這個籃給吃掉 那這裡這個 我本來想把這個籃直接吃掉的 因為這樣讓對方的經濟會比較少一些 只是 在打籃的時候不小心我出了一點失誤啊 拉籃沒拉好 這個籃的怒氣只是歸零了 然後直接跑回去 這樣子有點尷尬 籃沒有得拿到 做了一波異攻 這籃是肯定不能搶的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一個打野跟中路了 我們後面看一下這波怎麼樣 那這場隊友由於已經爆炸的情況下 你這時候就不要想著去做一些碰撞什麼的 盡可能的不要跟對方的打野跟中路一起碰起來 要碰的話 最好是在只有對方下路的情況去打 會比較理想一些 這裡看對方的人在野區這裡晃來晃去 我是很保守的 不要這麼推線 那防自己被gank 這邊看一下 集九龍靠過來 他是直接走了出來 這樣是沒有機會的 我本來想要bat一下的 那這裡這種無聊的 推線補刀動作就給大家快進帶過 出電刀的話 很容易讓你推線推得贏對方 你可以比較不會被壓 也比較可以省去一些對線的換血細節 那這裡布朗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跳上來跟我們做對打 我們這邊直接開一大招 回頭要收他 這裡先走位扭一下 扭掉布朗姆的大招 那這裡布朗姆就要產線了 沒關係 我們回頭可以去打這邊的路西恩 布朗姆應該會被死哥帶給炸死 我這裡一個產線A1的連技 把這裡的路線也收掉 順利的完成一波雙殺 這波布朗姆以為他們的傷害可以保減掉 不過他是一招都沒丟到我的 所以他們直接被我們雙殺 那這邊奈德利過來想要收震娜 不過震娜有虛弱 而且又有盾 順利的活了下來沒有死掉 那這波還不錯 相當的轉 我們是搬了三顆人頭回來 這種逆風場你想要拯救世界 盡可能圍繞著下路去做周旋 而不要去靠中上打團戰 因為中上是已經崩到不行的那種崩了 你去幫他們的話也只會害自己一起送掉而已 那這樣的情況下會選擇下路靠 團戰打碰撞會比較實際一些 1.11的把自己的優勢給搬起來 那有足夠的優勢以後再去滾其他路 那這樣的做法是最為理想的 因此在這種蜜蜂局 特別考驗ADC的抗壓能力跟心理素質 這版本AD很難上分 大家都知道 特別是你還玩一個範 範的輸出 得全靠自己的死打死 才能夠打出巨量DPS 那沒辦法用一些混水摸魚的方法去洗輸出的 這裡對方要來一個四人的集結塔殺 我們這波看一下怎麼樣 我們這邊先把這個線給清過去 因為我們隊友還在集結 不要讓這個兵線進塔 沒有兵線的話他們塔殺很冒險的 弄不好就會自己翻船了 所以選擇先把線給推掉 那這裡他們過來了 我們也不要太跳 飛絲是15級的 而且913的戰績還有一本疊書 你跳一下就死掉了 這個雖然我是事先出了一個抗魔斗篷 想要增加自己的魔防 但是這個魔防並不會讓你能夠扛出他一套的傷害 只是單純的防自己被秒殺而已 這裡的龍基本上我們也是沒有本錢做爭奪的 對方的團戰太過於強勢 我們打龍的話是不會贏的 所以我選擇繼續推送這個兵線 讓這個兵線能夠不會進塔 我們不會被塔殺 但是這邊的話 隊友好像要開起來了 我們看一下這邊這一波 我選擇繼續推這個線 可是隊友好像直接要撞起來了 我選擇走回來 那看這波怎麼樣 隊友這邊真大吹吹得不錯 我們看這波有機會贏 這裡我先打這邊的布朗姆 把布朗姆也收掉了 這裡飛絲要進場 我們會往後扭一下 不要踩到他的E技能 這邊這個死哥大炸得不錯 炸到對方四個都殘血了 可是 這個追擊變得有點尷尬 好像追不死人 這邊沒有閃現 一個都留不住 有點糗啊這波 那我們這邊看有沒有辦法殺一個 這裡這個小嘎 一直在做拉打 我這邊開始治癒先加跑速 把這個小嘎給收了 可是這裡飛絲回頭進場 他一個Q的傷害有點出乎我的預期 因為 本來想說這波進來 我應該是不自於會秒殺的 可是 沒想到他回頭反錯一波 我直接就死掉了 他就下了一波水餃 總比分來到23比12 接下來看怎麼大 回家我是補出了這個小手套 然後還有一把長劍 那等一下準備和手套了 因為飛絲的爆發非常的發 不出手套的話會直接被他秒殺的 他疊數已經來到了20層了 那這裡我們下塔被推掉 我們收掉下路的兵線 保安自己的最大發育 那這邊可以看到 左邊是有奈德利跟布朗姆的 我們看一下這波怎麼打 這裡奈德利直接鋪了上來 想要把他秒殺 不過沒關係 感覺九筒這波不丟這個大招也不會怎麼樣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裡用Q技能的靈活性一直在做翻滾 然後往前做追擊 這裡看我們把布朗姆給收掉 這裡繼續做輸出 布朗姆被打出了他的閃現 但他沒有死 這邊這波飛絲是繞了過來 我覺得這波我們穩穩的把兵線推掉點這個外塔會比較好一點 那九筒跑去跟菲斯打了一波 以後九筒拉掉 我回頭去點這個塔 這塔是可以拿掉的 拿掉為團隊加星技是比較理想的情況 不過這九筒好像被菲斯給帶走了 那我自己想把菲斯推到牆上 不過這邊九筒是 把他往前頂了一波 菲斯居然被推走沒有被盯在牆上 然後回頭被菲斯秀了一點 哇 這波有點虧 這個菲斯再度秀了一波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蠻尷尬的 菲斯這邊再串起又把一個死哥給收掉 完成了一波三連殺 此前的一個金人沒有讓死哥能夠把他換掉 他一個E走 那這邊菲斯 這裡菲斯被死哥的一個榴彈給打到了 那是順利的把他帶走了 換掉的話還可以接受 那這邊這個珍娜還在逃跑 新角開啟的大招要追這邊的珍娜 這個珍娜雖然一個Q是吹到的新角 可是這大招是吹不斷的 有點可惜 珍娜也被帶走 一個E換4相當的虧啊這波 這邊回家死亡以後沒有錢買出手套 所以再等一個錢 那這裡 這裡這個克雷德是在推這個 準備推出中中二塔 我們看有沒有把他給帶掉 那這裡這個克雷德他拆塔的速度 感覺有點快 這塔跟紙弧的一樣 一下就快被點掉了 那我就開一大招了 不想讓他點到這個塔 不過克雷德變小型塔以後堅持拆這個塔 還是被他給拆掉了 那這波的話 塔被拿掉有點可惜吧 不過能夠搬回人頭還是不錯的 收完中路的線 選擇靠下去去做帶線發育的動作 那這時候我們的上路 又被這個奈德利給抓了一波 再度死去 這邊當然這個線就要趕快拉掉了 因為菲斯靠下了 其實你們可以注意到 雖然這盤是很逆風的場 可是我的CS依然比對方的ADC來的高上不少 那發育也一直都還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中路這波會怎麼碰起來 隊友這邊 對方路線開一大招射了一套 不過沒什麼傷害 後續看一下怎麼打 這邊有看到右邊有一個藍眼 這邊竟然蹦出一個菲斯大招大上 一套過來 直接把給秒掉了 那這波的話 我不想按治癒跟閃現 估計按了治癒跟閃現還是會死 所以就不想按了兩招 這菲斯有點痛得太誇張了 那這波這個死哥的大絕 沒有炸死半個也很可惜 不過這邊新角是衝進來 1了回去 不知道會不會死掉 我們看一下這波 新角還在做輸出 新角把牌刀給剁了 那這裡現在九筒給給珍娜 對方應該會選擇直接拆這個高地塔 這波怎麼講呢 只能說這個菲斯心機太重了 他用一個藍眼放在那裡 然後貝塔我過去要點掉 結果他直接一個 魚就起手了 然後把我給收了 他的心機確實會玩 那這裡的兵應該也要陷落了 看一下我會不會把留個人 看對方這個拉掉的速度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這波等於是白死了 這也沒什麼辦法 畢竟我身上手套也觸發了 魔防裝也出了 可是還是經不起他的一套摧殘 那這裡看一下 後續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收回的動作 對方的菲斯還在帶上路 那這邊 九筒被菲斯給蹲到 菲斯一套想要秒九筒 不過效果沒那麼顯著 結果我們畢竟還是個坦克的 我這裡是開閃線 想要硬追這個菲斯 不過菲斯也按了閃 那這裡雖然這下A到了 可是 對方的布朗姆靠了過來 緩了我一下 看來是沒有機會留住人的 一個閃換閃 不賺不回吧 只是這個25層的菲斯 我們必須想辦法修當他一次 不然他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 那接下來再看看 還沒辦法再搬點東西回來 總比分人頭來到31比15 這場是一場非常非常逆風的場 這盤雖然我也有失誤 不過 只要主堡還沒有爆都還有機會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怎麼樣 這個小龍也只能讓了 因為現在沒有本錢打 然後這個藍也被奈德利很無形的反走了 這奈德利等級有整整17等 比我們上路的單人線等級還要來得高 那我們直接草叢一波 看會不會有人走過來 這裡奈德利靠的比較趨錢一點 我就從草叢出來想要把奈德利給收掉 不過有點可惜 死哥的緩強是沒有緩到他的 如果緩到的話有機會帶走 但是應該有點困難 我們這裡稍微御禍一下 看有沒有 常常可以打 我這邊直接靠前要留這邊的布朗姆 那我這邊先迂迴一下 不要吃到那個 路西恩的大招 那這裡看有沒有機會收這裡的布朗姆 我這邊走位先往前卡 然後一個大招直接開上來 先秒這邊的路西恩 路西恩被我直接給帶走以後 繼續追擊這裡的奈德利 布朗姆就可以隊友去殺就好了 先殺奈德利 奈德利這裡直接被我兩箭給射死 那這裡布朗姆閃現了 想要算了 對方畢竟菲斯跟克雷德都在推啊 先守家裡比較重要 這克雷德開啟大招 只要拆這個門牙 那我們這裡看一下有沒有辦法給帶走 這克雷德拆卡書真的超級快的 這個一塔就當這邊給點掉了 那我這裡用Q的靈活性 就是打小兵再Q再滾 這裡看有沒有辦法追到 那這裡順利點到他一下 他被緩到了 然後再滾一個 順利帶走 先殺完克雷德以後 我聘了隊友趕快來吃這條巴龍 因為這條巴龍是勢在必得的 他們只剩下一個菲斯了 即便這個菲斯非常的肥 我們也要開這條巴龍 因為這條巴龍不開的話 就沒有機會了 是唯一我們翻牌的可能 那這裡隊友所有人都靠了過來 看有沒有辦法把巴龍給直接落掉 這裡我用睜眼罩一下 看菲斯會不會從旁邊做進場 這裡我們打巴龍速度還算是蠻快的 菲斯從左邊要做進入戰場 我這邊先迂迴一下 不要吃到這個魚 魚給這個死哥吃了以後 我們這邊一個定強把菲斯推到牆上 那菲斯這邊一套空到死 直接把他帶走了 那順利帶了一條巴龍 下一波看怎麼打 感覺這盤 翻牌的可能性還蠻大的 這裡的話布朗姆過來想要做留我們的動作 我這邊是鬼頭想要收這個布朗姆 我傷害非常的高 不過這裡看來後續是打不起來了 這邊死哥重新TP了回來 硬留這個布朗姆把布朗姆給換了 那後續的話小嘎也TP了過來 我們這邊看一下我們把他拉得掉 這克雷德TP了過來以後 他的守護家園 是直接的開啟了大招要進場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打 他這裡是開啟了大招進場 以後用一技能往後拉掉 因為他發現自己留不住人 這樣子這波能夠順利撤回的話 下一波就很好打了 有霸王Buff是一個翻盤的契機 有霸王Buff的話很容易 能夠讓本來打不贏的團戰去打贏的 因為有兵線的優勢 那這裡我先拿一個紅 跟隊友想要集結中路去做抱團推進 好那這邊這個飛絲進場 真的套盾給我 隊友一套保過來 我居然是活得下來 那這邊我繼續做DPS 我這邊先打這邊的奈德利 奈德利這裡他被九龍頂到 我這邊兩件三件 配了W的爆開把他給射死了 那這裡直接點這個中塔 中塔點完之後可以繼續逼近這個中二塔 那看有沒有直接把高地的兵營給拆掉了 這波這個飛絲進場過於莽撞 那隊友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開了下去 順利的讓我活了下來 他這波被shut down 因為他上波疊數已經掉了 所以他沒有這麼的痛 那這裡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直接把這個兵營給點掉 這個兵營點掉以後 後續看一下怎麼樣 對方的路仙跟小嘎還在做防守 那隊友這邊是打算要直接拚這個中路 一波到底嗎 好我們這邊要點這個塔 這裡先點塔 我這邊看隊友九龍頂上了 路仙閃現 那我就不先殺路仙 先點這個門牙 把門牙充營先給點掉 後續看怎麼打 對面這時候人已經復活了 我們先稍微迂迴往後拉一下 這裡九龍頂路仙 把路仙給頂了下來 先把路仙收了 回頭去殺這裡的克雷德 克雷德這邊他還有小嘎型態的 那小嘎型態的話 其實本上帶不掉 我們這裡看對方菲斯衝得出來 先往後迂迴一下 大招馬上就要轉好了 那這邊這個菲斯開啟了金聲 魚是套在珍娜身上 那我們這裡開啟大招做拉打 先躲過小大嘎的Q 然後一個閃現往後拉 讓菲斯往回Q 那這邊繼續打這邊的奈德莉 反奈德莉往後推 然後回頭繼續打這邊的布朗姆 一個大招隱身再滾了兩招 那回頭先收了這布朗姆之後 再打這邊的菲斯 菲斯死後剩一個克雷德 那我把克雷德給收掉 那順利的完成一波三殺 剩下一個奈德莉 對我們來講沒什麼用 我們可以不用管他了 把珠寶點掉 就贏了這場比賽 這期的飯教學 是一年的回饋教學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還記得 一年前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只要你給我足夠的裝備 那作為一個AD Carry 我一定會讓你贏下這場的 特別是我玩的是一個飯 那這盤雖然中間有失誤幾波 也被對方秀了幾波 但是在最後一波 我打出了我飯的風采 第一盤的素材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玩AD Carry的你們 永遠可以記得這句話 因為這版本的AD 真的真的非常難玩 阿芬恩總會遇到相當多的挫折 可是總會有你表現的時刻 但如果你不夠努力的話 在你表現的時刻 你沒辦法站出來Carry遊戲的話 那麼就只能算在自己的頭上 好的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第二盤的比賽 第一盤給大家看的是 在逆風之中如何保持一個良好的發育 然後如何在關鍵的時候 跳出來Carry 第二盤就給大家帶來是優勢的情況下 如何滾動自己的風向給隊友 各位歡迎來到第二場的素材之中 第一盤剛剛給大家看到了 在逆風之中 我們的飯究竟是怎麼翻盤的 那這盤給大家要展示的是 在有優勢的情況下 如何把自己的優勢 透過轉線的方式轉給其他路 這盤的教學意義會比較大一些 因為這盤有比較多的細節和一些轉線的觀念 那ADC的觀念其實還蠻簡單的 沒有太多太複雜的部分 剛剛那盤最後那波的操作 也算比較偏神來一筆的秀操作 要學也不是這麼容易 讓我再來打第二次 我也不保證我自己還是能用像剛剛那一波一樣 秀的這麼的漂亮 那這邊Edan的布朗姆想說我們很弱勢 過來直接被雷歐娜暈到打一套 那我們這裡先往後稍微拉一下 這波沒有讓對方打出了這個四層的被動 那這樣這波還蠻賺的 雖然說我們是沒有吃到前排的小兵 而且會搶不贏兩級 但沒有關係 范佩琉娜這個組合一等百就搶不贏對方的 所以把線收進來一點 塔下來先發育一波 再來打第二波也會比較穩一些 大部分范的對線其實都會打得比較保守 並不是說不能激進 而是保守的話對他來講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你打線上除了要考慮你的對線對手以外 還要考慮到打野會不會特別針對你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選擇把線往自己周邊收 讓打野好gank 自己穩龍也比較不會有壓力 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范的對線我剛剛推薦各位 最好碰到西薇爾或者是EZ在選范 如果我碰到達瑞文的話 比較不建議選范 因為達瑞文這角色打范太無解了 線上沒得打 然後中期打瑞文又痛 然後再來先假設你中期能夠推到他的牆 但是他會出頭帶的單挑你中期也沒得打 那等於是完全從1等掉了到18等 那更別說後期滿裝 瑞文一刀可能把范直接給剁死也說不定 所以我還是推薦各位 玩范最好打一些線上比較沒有那麼可怕的角色 讓自己能夠安穩的發育 那這盤是打金克斯配布朗姆 這個組合並不會說太過強勢 還算可以打的組合 這裡雷娜直接拖到金克斯 有一個閃現準備到E這裡的金克斯 不過沒想到被布朗姆的盾給擋掉了 變成他被推在牆上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這波還可以繼續做拉打 對方狀態比較不好的 我這邊先迂迴一下 不要急著直接上 雖然可以打出那個三環 可是你有可能把他換掉以後自己也會被殺掉 打野靠過來了 一個閃現Q是沒有炸死這個金克斯的 不過沒關係 問題不大 我們可以收這邊的布朗姆 那金克斯比較可惜 讓他跑掉了 身體上還算可以吧 雷娜玩得相當不錯 雖然前面我的E定強是定到了這個布朗姆 被布朗姆盾給擋下來 那沒有辦法 那這波能夠把線推完以後趕快回家 不過這裡對方的伊達斯是靠了過來 我們這邊看一下怎麼樣打 雷娜先頂他一個A平坦 那我這邊先稍微一個Q 可惜沒辦法 伊達斯把我給收了 不過這邊酒桶回來把伊達斯給收掉 整波換下來我們還是比較賺的 那下路對線還是蠻大一部分前期看輔助的 輔助發揮的如果比較沒這麼好的話 就比較難贏 那也要看打野會用不可以幫你特別的照顧 基本上下路前期70%看輔助 20%看打野 那對線的話10%才是ADC ADC只要不要太離譜 跑過去吃了一堆招式 或者是送頭的話都影響比較沒那麼大 這波由於對方是多一個輔助的 我輔助還在回補趕野路上 所以我走的比較保守一些 不能吃了兵就選擇放掉 不要讓自己的狀態被打殘 這波我們看一下 輔助也到線上了 我這邊是提前把眼睛放在草叢裡的 如果這波真的打起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視野 不會被對方用沒有視野的情況下給Juke 那這個線如果對方要打 我們也可以打 不打就算了 因為他們小兵比較多 我們先看一下這波怎麼樣 布拉姆這時候跑去插眼了 這個金克斯居然直接在我們面前回城 他死定了 我這裡過來平A打出了三下被動 以後直接一個E技能推牆 把他塞在牆上 把他給秒殺 那這金克斯居然會在前草回家 這樣子的做法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免費的300塊 布林白布林 這邊這個線 看一下控不控得住 我選擇想要稍微把這線收在自己的塔前 雖然這個線看起來是控不住的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也不用推太急 因為推太急我們也推不完 那就慢慢的讓他掉 能掉幾隻是幾隻嘛 那等一下會囤了滿大一波兵過去的 這邊隊友不知道為什麼在對方野區裡 我在控線的啊 那他們這裡 球女被帶走了 那沒有關係 我下路繼續控這波線 因為其實這波 我是在控這個線的 所以我沒辦法去支援的 如果只要他們要進野區 有交流的話 我就會選擇推線 然後跟著去進野區 這樣就也許他們不會死掉了 而且上到六級 學到大招 不過看起來是沒有機會打的 而且對方的打野是比較偏下半步的 我並沒有很想要跟對方打到底 想要回頭先去吃這個 究極 那保證自己的經濟最大化 那這裡對方的幾經克斯 好像要回城的樣子 不過他看起來 這是他比較聰明的 他選擇比較拉到後面 我這邊這波的話 我線會慢慢推動過去 我也不急就慢慢推 那看他有沒有回城 他有回城最好沒回城就算了 那他果然是沒有回城 想要繼續吸這個經驗的 我們這裡看一下有沒有戲 我這邊打這根訊號 告訴這個雷歐娜 我等一下準備要上了 那看一下這波有沒有機會 我這裡直接進草叢 然後摸到前端的部分 我這邊一個先平砍開大招 那雷歐娜直接一個大招起手 抽到這邊的經克斯 那這裡這個經克斯的話 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邊一個閃現 他一閃現 我再一個Q 那隱身了 然後這裡一個推 是有點可惜 沒有推到這個布朗姆 角度不夠傾斜 角度如果再傾斜一點 推到布朗姆也就會雙殺的 沒有關係 殺一個已經夠賺了 這波主要還是因為 布朗姆的那個私下被動 沒有人即時的打出來 造成的這幾音克斯 直接被我給帶走 這裡打完這波可以回家做補裝了 那這波打完以後 順利回家買裝備 其實犯這個角色是 蠻適合各位去做學習的 特別是大部分的人 現在也有一定的水平了 那這個角色 他其實蠻適合AD做修煉的一個英雄 因為這角色本身對線很疲弱 你想要在對線中取得優勢 就是要嘛輔助很強 要嘛又是你的水平 比對方高個一兩階 不然你很難一個人 在對線上打出優勢的 那這角色還蠻適合 想要學好ADC的朋友 去做練習還有使用的 當然是子妮已經有一定的水平了 再去玩他 那作為一個修煉的角色 算是很不錯的 如果你沒有一定的水平 直接玩飯的話 你會對這個遊戲的ADC 感到非常的絕望 然後你會非常不想玩這個遊戲 那先再三的呼籲各位觀眾 建議你有一定的水平 再來玩飯這個英雄 那沒有一定的水平 剛出入ADC的玩家 我會建議還是先從 EitherRail 或者一些比較好上手的英雄 來做使用 飯這個角色比較適合 資深的老手玩家 他講究東西相對的來的多不少 特別是大招的運用 相對的很困難 那這盤後面會有不少大招的運用範例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前面就比較不是這麼的重點 對 這裡從對方的走位可以看得出來 對方的打野來了 那果然 伊達斯在旁邊 這裡 這個布朗姆過來想要上來硬打一波 不過被我推牆了 那後面他也選擇放棄 對了 飯的技能加點 這版本的話一律主Q 這個是因為之前習慣主W負Q 所以技能QW對點 這裡布朗姆要開戰 我一個大招隱身之後躲過布朗姆得大 那這邊回頭去打這邊的布朗姆 殺到布朗姆之後繼續殺這邊的金克斯 金克斯也被換掉了 一個推先把伊達斯給推走 不過把他推掉以後 球女空大了 那沒有關係 問題不大 打出一個三連殺 這邊看後續繼續做收割這個海盜 安妮這時候一個大大上了 我們這邊三個人 治癒暗了可惜九龍還是死了 這裡的話我先往後拉掉 因為我發現我在扛塔 還好我這邊吃一個餅乾提早走掉 不然這波我應該就死掉了 這劉娜剩下一滴血差點死去 那這樣這波的塔他就非常的賺 我們是打了一個前期的A石 那這樣這盤下路打出這麼大優勢的情況之下 就比較好去做發揮 看似要帶小龍或者是轉中路都是相對不錯的 那這波我把龍交給隊友去吃 我選擇把線清理好之後再做回補的動作 這樣只可以讓我的發育最為完善 通常我會比較推薦各位 農到大概有兩大裝的時候再去做支援好一點 不過這還要看單下的戰局而定 像這盤我非常的肥 能夠兩大裝再去打其他路的破口也是OK的 阿如果發揮比較平級一些的話 隊友要打團你還是要去做支援的 不要說選擇一直單機不去幫忙打團 另一半的收割能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如果對方去打團了你不去打團 造成一個對面多打掃很容易造成你被翻盤 因此也是基於支援輸入這個緣故 大部分的人改成出電刀無盡不出陰落幻影 因為陰落幻影的推薦真的很慢 相對電刀無盡來講 電刀無盡刷兩下一波兵就不見了 這邊看一下雷娜被對方的伊亞絲貼了 九頭也靠了過來 看著我怎麼打 就用了一個一閃一個炸把這邊炸了回去 那看對方還要繼續追進來 我這邊先打伊達斯往後先拉一下 那這邊伊達斯殘血 這邊球女可以收割 回頭繼續打這邊的布朗姆 布朗姆被我們帶走以後 繼續看這邊的金克斯 但看起來有點困難 一個 但沒關係這波是一個反打 我們已經非常的賺了 下路是一個0.2的概念 我們把優勢更滾得大了一些 不過這個時候我發現我的隊友好像打輸了對方 我們的海盜 我們的球女跟達瑞斯是打輸的對方 海盜跟安妮有點可惜 但沒有任何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盤我現在已經是非常肥了 我現在已經是714的戰機 那等一下回家我應該有錢可以先買出 幻影之武 這邊這個金克斯還在抖 就用一個1過來直接把他帶走 那我拿到這個人頭 把他給點掉 他點掉以後回家這波 應該快有1650塊了 1650塊可以出幻影之武 那我們稍微打個錢 回家直接買出幻影之武 這樣出裝比較理想一些 那這裡我是比較貪心一些的 我再打一部和蟹 湊滿剛好1650再回家做補裝 這樣這盤前期我們下午已經打出非常大的破口了 總人頭比數9比15 那有12特兜跟有關係 等於佔了4%的人頭 我們這邊想要再草叢一波 看金克斯會不會走過來 那看來他是跑去其他路了 我選擇直接把線給推過去 然後這邊上到了11級 隊友中部快點快打起來了 這波推完以後就選擇做支援 我這裡是直接到草叢摸了上來 看對方會不會有人走回來 那我這邊是屬於一個直接卡後的方法 我這邊走位扭一下布朗姆的Q 那這邊直接一套打到底 把杜瑪推到牆上以後 兩次的被動觸發 把布朗姆直接給帶走 這裡看一下有沒有要再打起來 這裡是有紅的 我想要拿紅 看隊友要不要來陪我打這個紅 對面伊達斯這時候靠了過來 我這邊先拉進草叢裡 把這個紅給打完再去做幫忙的動作 但看來不需要我 那我選擇回頭下路繼續推這個二塔 因為中塔有安妮在手 推不太進去 所以選擇轉線轉到下路繼續拆 你們可以看到 我是一直保持著一個相當好的節奏 發育殺人發育再殺人 那讓自己的節奏帶得非常的快 自己的裝備起飛得也非常的快 那這個點塔也是點的還行 但對方人過來了想說保守一點 先不急的把這個塔給逼掉 再點一下對方的海盜桶 對面這波會開上來嗎 他又開上來我已經做好了迂迴的準備了 因為還有大招 那這裡海盜的這個火藥桶一直送錢 連人去送了三個火藥桶 這裡稍微走位扭一下技能 連他開得進去我們看看這波怎麼樣 這波不適合沖塔 因為對方海盜是在的 吃塔是沖塔還是有風險的 打得保守一點好 那這邊我是不小心被海盜的一個雙煙桶給炸到 然後又被菫英克在大堂給轟了一炮 狀態比較慘了一些 但沒關係我會吸血 所以我不是很想走 我打算跟隊友回頭先吃完小龍再做回家的動作 因為這波雖然我被打得比較慘一點 但有水龍的效果 一下子就把血線回回來了 那這波我們雖然沒人點掉這個沖惡塔 可是有搬到人頭又有拿掉一條龍 優勢又更擴大了一些 這裡我私一隊友來蹲對方 因為這裡是有睜眼的 看到一個布朗姆要靠過來 那我直接先打這邊的海盜 這邊就有一個E閃 那E閃把這個海盜炸回來 這個布朗姆也得死 這布朗姆也順利的被收走 我這邊被菫克斯的W給打中了 不過沒關係問題不大 我選擇去吃兵 然後順便讓自己吸點血量 打了起來的話就繼續打 打不起來就算了 不過這時候我們中路又被對方打穿了一波 補助跟球女被對方的 安妮跟義大師給雙雙擊殺 那這樣有點尷尬的這一波 對面選擇直接要硬換我們的中塔 可是我們換不掉這個下二塔 我選擇直接回補 那去幫忙防一下中路 我這邊回家直接出了水銀頭帶 這裡主要是用來防這個安妮的 因為安妮的大招控制還是比較煩一點 而且安妮也是他們相對肥的一個位置 那出頭帶有加一點魔防讓自己不會被秒殺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裡我看對方的ADC在下半部 我打算直接摳對我來吃這條巴龍 那這邊看到這個在打這個河蟹的義大師 把眼睛排一排 選擇直接開這條巴龍了 看這波怎麼樣 我們這巴龍速度還是蠻快的 變成有地龍的加持 不過海盜要進來炸人了 我們這邊先稍微滾出來一下 那繼續打這邊巴龍 對面的人也靠過來了 吃的沒有想像中的快 我們先拉掉會好一些 這裡先打這邊的海盜 海盜直接殘血 一個閃現的怪把它給收掉 那回頭繼續收這裡的義大師跟敵人 那這邊這個丘女卷得相當不錯 那人權死光了 這樣巴龍B團這個結果還相當賺了 一個二換五位加一條巴龍 本來巴龍其實差大概一兩千滴血就可以點掉了 可是問題是點掉可能你會團戰打輸 那不如不要吃巴龍 先拉出來打會好一些 這樣這個扣巴龍又讓自己的隊友優勢更大了一些 其實你們會發現到我還蠻喜歡扣巴龍的 因為巴龍這個東西 逆風的時候落掉可以讓自己增加翻盤的機會 那順風的時候扣巴龍可以讓自己整個團隊有一個 巴龍B團增加一次碰戰的機會 或者是直接拿一條巴龍爽賺一波 不論是兩個都還是相關不錯的 只是在扣巴龍的時候你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對方人拉出來了 最好是直接出來打 就不要硬吃了 因為硬吃有時候會導致你們直接團滅 打我一點還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推完回家補過儀裝以後 直接來帶這個上路 這邊帶上路海盜在守塔 不過沒關係我們不是很怕海盜 那這樣直接把這上塔給磨掉了 對方的人支援沒有這麼的快速 把這上塔磨掉以後再來逼這個二塔 看怎麼樣 這裡我是不幸被海盜炸了一波 不過沒關係 海盜被拉過來然後被我踢在牆上 順利的擊殺了這個海盜 後續再抗一下 因為這邊海盜大招的關係 我不敢直接過去進場做輸出 我會被海盜直接炸殘 那這邊先打一下熊 吸點血 伊達斯直接Q的上來 開一大招隱身往後翻 直接做拉打把伊達斯給秒殺了 繼續打這邊的安妮 安妮死了以後繼續打這邊的布朗姆 那布朗姆也死掉以後 我們先看一下怎麼打這邊吉英克斯 這裡我們迂回一下 這邊失誤有點大 被點到了小兵 那本來好像可以點贏的東西 變成點輸了 有點糗 不過沒關係問題不是很大 中路可以趁機拔一個二塔 那這波算是自己有點膨脹了吧 那操作出了一點小失誤 讓本來是贏的變成是輸的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整體的優勢還是很大的 其實透過這樣子不斷的帶線 轉線還有摳巴龍B站 從本來是只有下路優勢的線 變成打成三路優勢還不錯的 這就是你下路打出優勢以後 應該要做的事情 雖然這波剛剛是失誤了一波 但是整體以上優勢還是很大的 然後其實飯我本來這幾天玩了非常多場 所以我決定挑這兩場 那也有幾場蠻精彩的 可是我沒有去剪 因為平常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早上 我都會去開台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比較沒有時間去剪集素材有的沒有的 當然還是會剪啊 只是就是剪的量沒有以前來的那麼多 所以集錦的部分就放的比較少 不然其實有蠻多片段可以剪的 只是沒有剪 那我們先看一下上路這波 達瑞絲跟船長一直在做拉扯 那這邊船長居然是反殺了達瑞絲 不過沒關係問題不大 我這邊被安妮大盜了 我還沒有頭帶的 我先稍微御活一下 先用這個熊吸點血 那這邊先大刀先點兩下 然後進草 等到對方易大師靠過來的時候 我用Q技能往外滾 直接把他推到牆上 那這樣子用一個視野的Juke 配合這邊的酒桶 那把這邊安妮給秒殺了 剛剛第一波因為沒有頭帶 所以不能拿頭帶解安妮的熊 不然其實剛剛不會打得這麼狼狽的 但也還好 運用大刀的隱身 讓自己順利的反殺對方 那這場也快到尾聲了 這期給大家一樣帶來是兩場放的教學 希望各位對於飯這個角色 有更精進的了解 特別是大刀隱身的這個部分 那大刀隱身的這個部分 那大刀隱身的Juke真的非常的實用 要玩好飯的話就是掌握這兩個點 就可以有比較好的發揮 這一期也快到一個尾聲了 這一年來跟大家走過了非常長一段時間的日子 給大家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解說 各式各樣的疾景 那這一年過得相當的快 未來一年也會持續給大家做影片 繼續做下去 然後跟大家講個好消息 就是實況的Twitch的訂閱申請終於是過了 那以後我的台也可以有訂閱的功能了 最近要想一下就是哪些貼圖 比較適合平常實況做使用 也歡迎大家平常有空的時候來我的實況台 那一起聊個天 問問題什麼都是可以的 未來一年結束影片還是會繼續做下去的 可是 老實講 因為現在來到S6了 然後大家的水平也是越來越高了 對於視頻的素材掌握度其實是真的 越來越挑剔的 那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畢竟大家現在都比較會玩了 整體英雄聯盟水平的提高是好的 只是就是說 素材的部分就會變得特別難路 那要打出一盤閃心願墓 或者真的很很不錯的翻盤局 那個真的不是那麼的容易 當然我們還是努力的做好每一期 各種細節各種套路 就覺得做得更完善一些 那未來 未來 我也不知道 也許未來會比較偏向轉型 轉型成 製作一些台服高端特有的英雄角色 也說不定 這一切都還是未知術 但我會盡量的把它做好 做得更為健全 如果下一期還是我自己拿一把素材的話 很高的機率是打野非愛的教學 6.7版本 連同的非愛也一起被buff了 這版的非愛突然成了韓服勝率的第二名 到底在看怎麼樣 那感謝各位看我的影片看這麼久 從一年 有的人可能是這幾期才加進來的新觀眾 有的人可能也看了我做了一年的解說影片了 重犯 葛雷夫 露西恩 大家小小 各種奇數一直做到今天 也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能一直不停的做下去 中間雖然也經歷了不少事情 各種 停跟 脫跟 斷跟 等等 但還是做了整整一年 一年來做了至少有個二三十幾有了 未來一年我也還會繼續做下去 也感謝這一年來給過幫助的各位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波 這波布朗姆先手被我們秒殺了 球女一個捲 直接把對方兩個給捲死 我這邊直接過來做收割 那也不演了 閃電上來 直接打這邊伊達斯 開一損頭帶把伊達斯給追死 那順利的完成這波塔殺 然後對方這時候投降了 那這盤也順利獲勝了 好的那本期影片也要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感謝各位的觀看 解說NYE 一歲了 未來一年我也還會繼續做下去 把視頻做得更好更大 那如果有機會 也許我甚至會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工作室 招募一些後世或者是美工的人才等等 然後讓我的影片可以做得更好更棒 盡量多聯繫一些台服高章的玩家吧 這樣讓影片能夠做得更多元更精彩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 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以前看人家做解說做影片 別人做好幾期 然後感覺好像也還好 但自己實際的做了一整年 才知道很累 真的很累 做這樣的解說影片 其實每一期都還蠻耗費時間的 而且素材的精彩程度 也很重要 那要在維持著相當高的水平的情況下 又要做好素材 做好解說 算是相當感相當累的 感謝大家的觀看還有支持 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我想說的話 就留在回饋影片中做表達吧 那這期一樣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們大家下期再會 看一下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